拜登退选后,副总统哈里斯横空出世,并迅速攻城掠地,以事件形成了哈里斯旋风。 民主党将于8月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正式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并由候选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 经过5天的在线投票,哈里斯获得了仅4600张选票,赞参与投票党代表的99%。 哈里斯是唯一符合投票资格的候选人。 与往年不同的是,民主党代表们不是在党代会现场投票,甚至不是在大会期间投票。 他们在芝加哥党代会的两周前,从家里、办公室和度假地点通过电子选票进行投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表示,大会将举行象征性的唱名表决仪式,模仿传统大会唱票方式。 哈里斯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发表演书。 今天,哈里斯宣布了他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沃尔兹。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沃尔兹。 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沃尔兹作为州长、教练、教师和退伍军人, 他为像他这样的工薪阶层,做出了贡献。 今年60岁的沃尔兹回应说,哈里斯向我们展示了政治的可能性, 这让我想起开学第一天的情景。 沃尔兹曾经是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众议员成员。 他会说普通话,在1989到1990年,也是中国爆发天安门大屠杀的前后。 沃尔兹通过哈佛大学在中国担任了一年的教职。 根据美国媒体《国会三报》一篇2007年的报道, 沃尔兹解释了自己前往广州省北部福山市第一中学任教的缘由。 因为那是中国即将崛起,这就是我去的原因。 哈里斯为何选择沃尔兹呢? 《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哈里斯挑选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州长作为自己竞选伙伴, 意在全力吸引美国中西部选民对他的支持。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今年11月举行, 而中西部选民的支持对选举的结果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川普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 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赢得了中西部密歇根和维斯康星州等摇摆州。 川普在2020年的大选中输掉了这两个州, 但是为了赢得今年的大选, 他正在对这两个州的选民发动攻势。 而且明尼苏达州也成为川普自在必得的一个州。 沃尔兹在美国中西部有较高的冷气, 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拥有农村背景的他, 有望为民主党吸引更多的白人功能阶层选民, 并巩固民主党南强州的选票。 沃尔兹是一名退伍军人, 曾经担任高中教师和橄榄球教练, 外界认为沃尔兹在为哈里斯竞选时, 有望吸引那些感觉被排除在政治话语之外的普通美国人。 沃尔兹在众议院任职12年, 代表明尼苏达州南部的一个农村地区, 担任众议员期间是众议院农业委员会, 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他于2018年当选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并于2022年赢得联论, 他曾经使用怪异一词来形容川普和他的竞选搭档, 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而一炮走红。 作为州长, 沃尔兹的一些政治成就, 包括确保参入州立大学免费餐点, 将堕胎权纳入州法律, 扩大明尼苏达州被监禁囚犯的投票资格, 并签署法律使明尼苏达州的枪支法更为严格。 美联社认为, 哈里斯挑选沃尔兹是一位形式低调, 民主党政治理念坚定的搭档, 沃尔兹此前就非常公开的坚挺, 哈里斯接替拜登, 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沃尔兹在上个月的媒体采访中, 将川普和他的搭档万斯描绘为怪异之人。 他为川普和万斯贴下了这个标签, 很快被其他的民主党人传播和放大。 沃尔兹说, 描述这些人怪异不是一种诋毁, 而是一种观察。 沃尔兹星期一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一场, 为哈里斯募款的活动中说, 哈里斯希望通过沃尔兹文和和稳健来对抗万斯的怪弹不惊。 当然沃尔兹也有他的卵肋。 美国媒体指出, 沃尔兹在担任州长时也有一些风波, 可能成为共和党在选战中的攻击目标。 其中一项争议是沃尔兹在处理2020年弗洛伊德枪击事件。 应对骚乱的反应过于迟缓, 弗洛伊德遭警察枪击后, 引发了全国针对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的抗议行为。 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多处经历了三日的纵火抢劫。 另外一项则是沃尔兹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 全美最大的疫情诈欺案就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沃尔兹的中国政策。 沃尔兹在青年时代就与中国结缘。 他在担任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期间, 于2014年曾接受采访谈到了六四学运。 他说, 我记得六月四日那天, 我醒来看到新闻, 得知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们要做出决定, 我的很多同行决定要回美国, 不再继续。 我当时觉得比任何时候更应该去, 确保我们讲述这个故事, 让中国人民知道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 看到民族女神像被竖起来是很了不起的景象, 我很荣幸在那里。 看到中国人民的精神, 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 但也认识到自由应该发扬光大。 据报道, 沃尔兹还选择在1994年六四五周年当天举行婚礼, 因为这是一个他不想忘记的日子。 他也曾经担任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成员。 沃尔兹被选择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后, 他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立场又如何呢? 据报道,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 沃尔兹主张与中国实行贸易谈判正常化, 并认为中国的市场不可替代。 作为民尼苏达州的州长, 沃尔兹得因中美贸易争端导致报复性关税, 而导致民尼苏达州出口市场关闭,表示担忧。 这显示了沃尔兹在中美关系上曾经抱持基本的温和立场, 这似乎显示出他与美国两党目前在对华关系强硬态度上并不完全相同。 不过随着沃尔兹从州长走入美国总统大选的漩涡, 他对华政策的立场还将会发生调整, 外界对此也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沃尔兹在重要的外交事务上的立场, 在俄乌战争方面, 沃尔兹支持乌克兰, 欢迎和支持乌克兰的难民来到明尼苏达州。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沃尔兹签署了一项法案, 要求明尼苏达州不再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展开业务。 他还参加了全国州长协会, 2023年4月主持的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视频会议。 在以色列问题上, 沃尔兹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进行谴质。 他曾经下令明尼苏达州政府大楼降半起, 挨到袭击事件中的受害者, 还对反以色列行动的抗议者提出了批评。 综上所述, 哈里斯已经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副手搭档沃尔兹也露出了真容。 美国大选之战开始进入激烈的交锋, 在这期间, 各种竞争的策略和手段令人目不暇接, 惊悚消息、丑闻相互攻击会不断的花样翻新。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大戏, 全世界都在关注。 普京希望川普上台为他救场, 泽连斯基欧盟则希望哈里斯逐鹿中原, 终结俄乌战争。 习近平也盯着这大选的拳击台, 他希望寻找机会攻占台湾。 金正恩也希望重访国际舞台, 与川普再次上演和平峰会。 俄国战争硝烟弥漫, 台海、南海一触即发, 总统战争见在险上, 世界会走向和平, 还是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大选的结果至关重要。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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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